新北市立图书馆新电风馆即日起至8月16号展出夏日奇梦油画连展 由温敏哀与她的四位学生共同展出 温知识学生第一次公开举办展览 因此大家都很紧张但也很兴奋 期待能有更多人看见他们的创作与努力 新北市立图书馆新电风馆即日起展出夏日奇想油画连展 由温敏哀与吕敏景、柯倩文、陈晓丽、张丹碧等四位学生共同展出 温敏哀毕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 并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取得美术系美术创作硕士学位 她的油画风格有别于厚重的笔触 而是以细腻柔和的笔法呈现 希望能够更真实表达心中对于所见事物的感动 我去旅行中看到一些大自然的景色 或是我旅行中看到一些景跟物 那感动于我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大自然景物的背后 所以我就慢慢的倾向于片的画比较细致一点 也就是说我把笔触都收掉了 我觉得是要把最初我看到那个景物的 那种感动于我的那部分把它呈现出来 这次一同展出的学生 跟着温敏哀学画大概都有三年左右的时间 他们最初都没有绘画基础 从最基本的素描 跟着温敏哀一点一滴慢慢下功夫学习 头一次公开展出 大家很紧张也很兴奋 本来不敢想的 可是这是同学还有老师的鼓励 那就展出来也就做下去 我觉得也不错 就是自己的作品 还有学了三五年的时间 觉得这个作品呈现给大家 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因为平常都在看别人的展览 就会觉得说 其实自己画的也还可以 是不是也可以展出来给大家欣赏 然后我们班上的同学各有各的优点 所以展览出来的话就很丰富 学生表示 不管是学画或是这次展出 对他们来说都是相当宝贵的经验 也意圆他们过去的梦想 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可是小时候的环境不允许 所以生活条件也不足 所以就一直只是一个梦想 从小我就喜欢看到别人展览画 我就很羡慕 希望自己也能够画 从景物风景人物等这一幅幅的创作 除了是艺术的表现 也代表了展出者从无到有的学习历程 欢迎大家在8月16号前走一趟新店分馆 感受他们的努力 记者视频站门期新店采访报导 和这里有些团策说